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学者统计 苏氏的朋友圈有好友近千人 从王侯默客到贩夫走卒 从繁华京都到山野村区 苏氏的朋友可谓遍布天下 在没有手机和电脑的年代里 这样的交友数目堪称奇迹 但是苏氏也说 惆怅东来一株雪 人生看得几清明 交往的人越多 对人心的复杂 也越发动若观火 历经熙来攘往 苏氏告诉你如何快速看清一个人 人是善于伪装的动物 但再精明的人 也会在不经意的小事中暴露最真实的品性 毕竟下意识的话语和举动更能反映一个人的内心 一次 苏氏与朋友谢景温相约在郊外散步 一只受伤的小鸟从树上掉下来 苏氏刚想俯身把鸟捧起来 谢景温却大步走上前去 一脚把小鸟踹到一旁 漫不经兴的一个动作 让苏氏心里凉了半截 他认定 此人一定是欺凌弱小 损人利己之徒 不可深交 果不其然 后来谢景温为了功名利禄 诬陷苏氏 范韵思言盈利 几次三番试图将苏氏置于死地 亏一般而知报 落一夜而知秋 人性的丑恶与光辉 在一些不经意的小事里 最能洞悉无疑 苏氏早年还有一个交往很密切的朋友 叫张敦 两人是同榜近视 有天两人在山中游玩 走至一处悬崖峭壁 眼前只有一根独木桥相连 张敦提出让苏氏过桥 在绝壁上留下两人的名字 苏氏眼见桥下是万丈深渊 摇摇头 表示拒绝 但见张敦面不改色地轻松走过 在峭壁上写下 苏氏张敦来此一游几个字 回来后 神色自若 于是 苏氏不由地感叹说 你他日必能杀人 张敦问为什么 苏氏说 不珍惜自己的生命 也不会珍惜别人的生命 数年后 张敦为之宰相 昔日政敌或遭杀害 或遭贬斥 曾经与他争论过的司马光 此时已经去世 张敦仍不罢休 要求对其挖坟 掘墓 鞭尸 心狠手辣可见一斑 中国有句老话 品现于事 心藏于身 生活鱼龙混杂 很多时候我们眼前所看到的只是一个表象 一个人深层次的面貌 则需要我们通过平日的蛛丝马迹来得知 人品贵重之人 哪怕在最细微处 也能坚守本心 保持良善 得行有亏之人恰恰相反 他们可以在小事上抛却底线 也可以在大事上 麻木不仁 可以今朝与你同瘾 也能转身将你出卖 细节往往最能看清一个人 在吕氏春秋艺术中 曾经有八观六焰十人数 其中最重要的两条就是 喜之以焰其手 怒之以焰其结 想要看清一个人格局的大小 一定要通过喜怒等情感去试探 因为人只有在极端情况下 才会表现出涵养和胸襟 宋哲宗元年 在向司马光去世 一众官员前去相府调宴 没曾想到了门口 却不见司马光儿子来迎接 疑问才知道 是落党领袖成怡禁止他们出来 原因是成怡认为 古理上没有这个规定 而且孝子如果真孝 就应当悲伤地无法见人 面对成怡的说法 苏氏觉得很荒诞 这是一种糟粕理智不可取 本来这句话只是就事论事 但是成怡却觉得 苏氏在众人面前扶了她的面子 因此恼羞成怒 她不顾司马光的丧礼正在举行 在众人面前提告嗓门争辩起来 从那之后 成怡见苏氏如眼中钉肉中刺 由此引发的 数落党争更是绵延几十年 所谓平时不知意 由怒亏人心 格局小的人 对别人的一句话一个动作都会斤斤计较怒火中烧 格局大的人 浓容人 也能客气 不会在一喜一怒之间耿耿于怀 苏氏在扬州时有一次厌饮宾客 书法家米符也在场 当时的文人圈都认为米符虽有才 但个性怪异 痴呈狂妄 于是 酒席过半 米符站起来 问苏氏说 世人都说我癫狂 你以为如何 苏氏只好笑着实话实说 无从众 换作心胸狭窄的人 也许早就怒了 但是米符却不同 他和大家一起 哈哈大笑了起来 反而成全了一桩美谈 山高为风 海纳百川 人的生命格局一大 却不会在琐碎装饰上呈现 真正气量博大的人 不会因为一件小事 大发雷霆 不会因为有了矛盾 就怀恨在心 比起那些一言不合 就大动肝火的人 在怒火中 依然能保持开阔胸襟的人 才值得深交 杨将先生说过 当你身处高位时 看到的都是浮华春梦 当你身处卑微 才有机会看到事态真相 人在风光时 掌声和追随 总是来得很容易 一朝跌落 才能真真正正看清 谁是假意 谁是真心 苏氏有个画家朋友 叫做李公林 当苏氏位极人臣 名满天下的时候 两人谈笑风生 饮酒唱愁 特别是在原有时期 李公林为苏家 变化家庙的神像 但当苏氏遭贬南迁 携一众家人出京时 陆遇李公林 苏氏之子苏过 想要和他打招呼 其料李公林 骑在马上 以扇遮面 转过脸去 装作不认识 想起有句话说 身边有多少人 是真诚待你 又有多少人 是逢场作戏 你遇事一回 就清楚了 人心的变幻莫测 感情的真真假假 都需要时间的解释 才能看得真切 在苏氏身边 还有另外一群人 他们在苏氏落魄时 送来温情无数 在其身处逆境之时 给予最大的善意 比如 陈诗仲 乌台式暗后 陈诗仲受到朱连 饱受苦楚 但他毫不介意 一再主动给苏氏写信 平时所作诗文 时长似舞 提及苏氏兄弟 就连苏氏也忍不住感叹道 何相爱之深也 比如马梦德 马梦德是出了名的穷人 苏氏曾在日记里写道 我和梦德同年同月出生 我俩都是穷鬼 但一比较 还是梦德更穷一点 在苏氏被贬黄州之后 马梦德四处奔波 还拿出仅有的积蓄 为苏氏谋得一块耕种的土地 解决了苏氏一家人的生计问题 泥泞石马 落难石人 不经一世 不得一致 真正的友谊 从来不是春风得意时的 推杯换盏 而是穷困潦倒中的 仗义元首 虚情假意 在时间的洗涤下 都将无所遁形 真心实意 在岁月的历练中 才会历久迷心 那些在你落魄时 不离不弃的朋友 才值得一辈子珍惜 纵观苏氏的一生 三起三落 静欲反复间 有人赞他 助他 有人棒他 毁他 但无论看清了多少人 看透多少事 他都能在淡然一笑间 消弭消烟 人情世故 百态人心 与他而言 可看清 亦可看清 所谓智慧的 处世之道 莫过如此 点亮再看 愿你能于 纷凡人世中 保留一双慧眼 和错的人 挥手道别 和对的人 相伴余生 守一颗从容心 做人间自在人 今天和大家 共同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啦 感谢你的守候 如果你也喜欢 我们的文章 欢迎在文章底部 给我们点个赞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晚安 好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